上星或者太陽金流座 在農曆八月 鑒於初一的寸淚座新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首先有七隻字贈你們 其實都不是贈 因為這個不是禮物來的 是一個warning 我不會贈你一個警告 順德過程失數二 在農曆八月會非常之左右做難 我當他可能是兩個朋友 或者尤其是你們的父母 可能爸爸想你做X 但是媽媽想你做Y 又或者悲慘一點 就是你們的父母會去強制你們 做一些真的比較不好 對你們好影響的事 例如什麼呢? 例如逼你搬出去 或者逼你去外國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金流座的朋友要小心點 又或者如果不是父母的話 就是業主 可能他會迫遷 或者忽然之間 停了租 要有一個小小的心理準備 另外 另外 就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跟全女座差不多 如果是單身的金牛座 就恭喜 在這個農曆八月 你們是會有戀愛的機會 而且這個對象 都應該是可以跟你拍到幾場的拖 就不是說是一些無水情願 不過我提提你 小心之後 你的家人可能會不喜歡他的 可能他的一些表現 不是很符合你家人的期望 尤其是父母 所以又要有心來準備 所以我們看到 你們的父母 好像經常都會令到你們 有一點難堪 有一點難受 所以 在這個農曆八月 注意一下 跟父母的關係 說回這個新的戀愛對象 其實你們金牛座 跟儲女座的運 就差不多 這個新對象 都可能是 其實你們本身已經識落 OK 又或者他的年紀 都應該會大 你們 都很一個差距 但是 就不像儲女座的那個新對象 你們金牛座的新對象 就未必會是 做一些財經 金融界 反而會更高的機會 就是做一些學術文化界 OK 又或者他們是要做一些 一些讀很多書 考很多事的一些專業人士 那我當什麼律師 醫生 工程師 匯計師 那些朋友 但是你說 哎呀我 我已經是在拍拖了 那我又有些什麼好運 那如果你拍拖 其實本身已經很好運 還想怎樣 但是我可以看看你們 就是說 如果想生嬰兒 那趁這個農曆八月去做人 那那個機會會很大的 尤其是 其實不是說尤其是 你們什麼時候去做人 開工呢 就麻煩由 聽完這一個錄音 不是錄音來的 其實是看完這條片 OK 開始 直到西曆的十月四號 記住了 直到西曆的十月四號 那個機會都是幾高的 也都尤其是 給什麼金牛座呢 如果你們是五月尾出生的金牛座 是的 那那個成功 一擊即中的機會 會比較高的 那再說 就是這個農曆八月 可以去培養一些新興趣 例如什麼呢 例如是圓藝 種植物 煮食 研究一些新菜店 又或者去加入一些運動 但是這些運動就很特別的 尤其是一些 所謂上流社會 通常會做的運動 例如 馬術 劍擊 打 golf 尤其是這些運動 你們都會比較得心應手 又或者是做一些 腦暴自力的那些 就是這些的 hobby 例如下棋 OK 或者圍棋 其實圍棋就是下棋 廢話 你們都會得心應手 最後有一個警告 就是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們是為家去做一些翻身 裝修 整理好 就小心 你們自己會容易出意外 OK 我當 你要 掛燈飾 但是 你會在樓梯上面 搭下來 這樣 自己注意一下